是因为那天是六一儿童节 然后呢又临近那个端午节 然后那个商场 它是在一个它的空中走廊 装置了一个就是 类似于旋转的风车 风车外侧有那个铁的栏杆 把那个风车隔起来了 然后我女儿 她是摸到了铁栏杆出电了 哎呦妈呀 你也挂了 挂着了还是怎么着呢 先挂着那种 先挂着 一天她是先缩 先被那个电吸过去了 然后后来又倒地了 倒地之后大概有个四五秒 因为我也没有反应过来 我来我赶紧抱着她 然后我晃了晃她 她一下惊醒了 就大声哭起来了 她当时就直接给电晕过去了 对 而且最后商场说 她说她找那个 他们专人的人去检测 说她那个装置 根本就没有装漏地保护 没有一个 对 没有接地线 然后说她那个漏电保护 是失灵的 打不就行 至少让我知道 我的女儿是说 被多少幅的电压电倒了 因为我们连着看了三个大夫 每个大夫她都会问 就说是孩子被多少幅的电压电倒了 因为孩子小 然后她承受的电压 如果大的话 就是对她后 对她那个心脏以后 然后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可能是当时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实际的情况呢 我们肯定是 由我们这边经理 肯定上报法务部了 然后具体处理意见呢 肯定是 以法务部这边处理意见为主 我们商场 从第一时间 发生这个事情 你就一直在积极配合处理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最安全的这个条件